大家好 這裡是原來是這樣子的頻道 經過了前一陣子的冷氣團 有沒有發現他開始掉葉子 其實往年的葉子掉的速度真的比較慢一點 往年會到12月多到1月多左右 那今年的算是早了很多 現在我記得去年我有找照片 大概在1月多左右他才會完全掉的差不多 那今年這個已經開始掉了 表示他冷度已經到了 那這時候呢 你看我噴了零甲肥以後這個開始變粗壯 有沒有看到他原本是 比較沒有那麼那麼肥 現在噴完了以後就開花肥噴完以後 他的肥厚度會增加你會發現你的枝條變成肥肥壯壯的 這就是那個開花肥的效果 那這時候呢他就準備 掉葉把他的 養分儲存在精裡面準備明年的開花 明年的開花有幾個狀況一個就是 他的這個 這個 他今年的 成長的狀況 決定明年的開花狀況 第二個就明年的天氣 如果明年天氣如果突然變熱的時候有可能你的花 你的高芽會轉成 花芽會轉成高芽 這個要非常的注意 就是 明年在開花期的時候 你的水分不能澆太多 澆太多的時候他會造成他 本來需要開花的變成花芽 變成長芽 這個就是會造成你的 你到時候你就會發現說你的花都沒開出來變成都是芽 這個是 明年 明年的時候要注意的一件事 不過現在就是讓他掉葉 現在就是天氣冷的時候就是讓他一直掉葉就對了 慢慢的掉葉掉完以後 大概有時候會掉到12月中有時候會掉到1月 這時候 整個葉子掉光以後好像這個都已經變黃了 這個掉光以後呢 這個水分的狀況 因為不會的他的葉子還殘留在上面他會比較 消耗水分 記得這個看水分的狀況也是一樣 你看他的枝條有沒有 就是還有彈性有硬度 這個表示他水分都還是夠的 所以 如果你水分不夠的話 記得要補水 他絕對不是說不給他水 而是 減少水分 減少水分 這是重點 如果你不給他水 他可能還是會死掉的 因為 植物 你不給他水還是會死掉的 而且大概 通常原本是三天 減一次水或是兩天減一次水 你可能可以延長到四天左右 減一次水 這時候他的那個減水頻率可以減低一點點 但是不是說不能 不是說不減水 這是重點 你不減水他真的會死掉給你看 那 所以天空四湖呢 今年大概就是他的生長季結束以後呢 到了明年就是他的開花季 今年的 生長季會決定明年的開花季的好壞 那基本上 看 第一個也要看品種 第二個也要看你的照顧的方式 今年現在你所處理的 狀況會影響到明年開花的狀況 所以呢減少澆水 然後到明年的時候 春天的時候還是 剛開始澆水的時候 不要澆太多 那時候如果你澆太多的時候 天氣轉熱的時候如果你澆太多 他就會變成高牙 每年的開花會開在這個結晶的上面 所以 這種結晶就是他開花的點 每一個開花點都在這個結晶上面 所以 過來 就是讓他的葉子掉 是每個葉子掉葉子的地方就是他開花的地方 OK 好 那這個呢 其實是細菁型的 細菁型大概只能長到一公尺多一點點 他並不是不能很長 但是他的 枝條每年 像我這邊的枝條是每年春秋都會有 所以就看他的那個 品種 他的 長的狀況不太一樣 那 市面上的這種天空樹有很多種品種 還有很多個產地 像緬甸產的或中國產的 或者是什麼 其他地方產的 還有特殊挑出來的品種 每個品種都每個品種有特色 花也有花的特色 如果你明年想要種 找其他的種類的話 你可以試花試上找找 明年 開花的時候是 開花完以後會非常多這種高牙 像我這個高牙是滿地 滿地都是 這種高牙 明年的時候你就可以再種 高牙種 速度就比較慢一點 需要 大概一年到兩年的時間 他才會開花 這是他的缺點 那但是如果你 大盆的話就 價位就比較高 就是這樣子 兩個差別就是差在這裡 OK 好 那今天說介紹的天空樹就是 等明年要開花了 收尾以後 不然就等釣葉 釣葉完明年 就是等開花 開花季大概在四月多左右到五月多左右 釣得越早 明年開花時間通常會越早才對 好 感謝你收看 如果喜歡我們頻道記得訂閱跟分享我們 那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